星期六是黄彦平最期待的一天 但不是因为要放假 每一个星期我都很期待 星期六就是我可以来上课 解析 然后还可以来花刀 因为看见花真的是很开心 然后茶道方面又可以品插 然后把我的心静下来 然后解除压力 一连上了茶道 花道 加上古针 都有助于她静下心来 丈夫王志仲也跟着来学习 夫妻两人在慈激言文的熏陶下 更懂得如何去营造家庭和乐的气氛 他们讲说在家跟孩子的互动 都非常的温馨 那上次有听彦平提到说 那她在泡茶的时候 也在旁边放上一手茶乐 那会把喝茶汤的这个家庭的氛围 营造得更好 夫妻同心借由一杯茶汤 营造临近且幸福的时光 大约新闻黄疫情 陈瑞文 马来西亚